猛烈大雨不断落下 马路上四处都是积水 这是4号时高雄市区 完间10点后的景象 突然下起大雷雨 大雷雨夜袭高雄 北部地区大雨以外 雷声也狂响 直到5号深夜才停歇 田夕峰险公司就在脸书上指出 好来劲的午夜雷雨 像这样的条件 午后雷雨一年可能有数十天 但午夜雷雨一年实际发生 不到十天 而气象分析师吴胜宇也说 连续三个晚上 都有午夜雷雨发生 大气状况不稳定 遇到强降雨的朋友辛苦了 如果它持续有激发机制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局地的环流作用 那还有一些地形的作用的话 其实这样的激发机制 是可以在午后之后 继续产生下雨的状况 那未来一周呢 就是大气环境条件比较不稳定 所以大气里的能量还有水气呢 是比较多的 比较丰沛 接下来一周天气 周一到周二 各地多云道晴 但午后西半部和山区 有短暂雷阵雨 晚间东部东南部 也有局部大雨发生 到了周三到周五 则是受南风影响 南部和东南部局部阵雨 周末也有局部短暂雨 另外有气象粉砖指出 10号之后台湾附近很热闹 南北热带系统夹击下 有可能增强陈台风 南海跟菲律宾东方海面 或许会有一些 有机会发展出热带系统 讯号持续中 但还会修正 得持续观察 安排户外活动的民众 可得多加流行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